一个月对巴以冲突必须停火 美国给以色列发出铜牒 拜登的战略目标已经偷偷瞄准南海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肃军 欢迎收看严肃军论评 不知不觉新一轮巴以冲突已经打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一开始美国还能仍有以色列在中东胡闹 但最近美国显然没有耐心了 要求以色列必须在一个月内停战 但要说美国没有耐心 倒不如说留给美国的时间不多了 因为实际上美国的战略目标已经偷偷瞄准了南海 巴以冲突必须尽快结束 然后给美国的南海战略让道 这话从何说起呢 大家听我慢慢分析 这两天多家西方媒体爆料 声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给以色列下了最后通牒 要求以色列在一个月内必须结束巴以冲突 这事我之前也聊过 此前布林肯确实反驳了内塔尼亚乎的言论 警告以色列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但没有给出一个具体期间 但后面一名以色列高级国防官员透露 美国传递的信号很明确 美国希望在12月底或者是1月初 巴以冲突能够停火 不过按照以色列现在的态度来看 一个月内停火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据多名以色列高管表示 以色列内部根本不怕美国的施压 美国从始至终一直在警告以色列 但以色列依旧进入加沙 依旧炸学校 炸医院 杀死巴勒斯坦平民 所以这次大概率也会如此 美国要以色列一个月内结束 以色列依旧会继续进攻 直到彻底消灭哈马斯 所以即使这个消息发出来后 我对巴以冲突态度还是觉得不容乐观 不过有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 美国要求的停火时间是在12月底或者是1月初 这个时间正好对应了另外一件事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对外公布 声称要在圣诞节期间高度戒备 加强海上力量 甚至还有消息称 菲律宾准备在圣诞节期间组织40艘渔船 还有数艘海警船 企图强闯仁爱礁 圣诞节这个洋节跟中国没啥关系 但时间也在12月底 刚好与美国要求以色列停火的时间差不多 而且大家觉得菲律宾打算摆出这么大的阵仗 还提前放出风声要硬闯人爱交 是小马克思的一人谋划 还是美国在背后出谋划策呢 说句不好听的 借菲律宾100个胆子 菲律宾也不敢弄出如此大的阵仗 来故意挑衅中国 俗话说 事处反常必有妖 唯一能解释通的就是美国打算借菲律宾之手在南海找中国的麻烦 到时候来南海擅闯仁爱交的恐怕就不止菲律宾渔船和海警船了 估计还有美国的军舰甚至有可能美军航母也抽出货来南海押阵 而且前段时间五角大楼还爆出美国打算明年在亚太部署陆基中程导弹 现在是12月份离明年可不远了 说不定等咱们这边再过大年的时候 美军就开始部署导弹瞄准中国周边地区了 这就包括南海和台海 所以说美国的战略意图很有可能已经偷偷转向了 巴以再打下去对美国没一点好处 必须尽快停止 东欧那边的俄乌冲突基本上大局已定 乌克兰打不赢俄罗斯 战争结束只是时间问题 既然如此 美国接下来肯定还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身上 但台海又牵一发而动全身 美国不敢大动干戈 刚好美国现在已经搞定了菲律宾 所以南海就成为了美国接下来战略的不二选择 这么一分析 大家是不是有点头绪了 美国要在南海布局 必然不可能被中东局势所牵制 所以给以色列下了最后铜牒 但我前面也说了 以色列听不听美国的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我看来 美国想完美过度瞄准南海 可没那么容易 好 本期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